这绝对是史上最土豪的挑战 只要在车内做到最后 就能将一辆价值4900万美金的特拉斯开回家 五位挑战者都表示 这挑战简直太简单了 自己必定是那个胜利者 挑战开始 五位选手看着很自信 他们表示只要给他们一部手机 他们就能在车里待很久 你看 他们在车里待了30分钟 看着很轻松呀 这可不是土豪想要的效果 于是 土豪就收走了他们的手机 失去手机带来的快乐源泉 五个人明显有些无聊了 但相比价值4900万的豪胜而言 他们表示还是可以兼职的 四个小时后 小白就宣布放弃 他说是憋不住 这要是换成我去参加 就算是憋死也不下车 但令人没想到 壮哥也紧跟着下车了 他表示自己体型太大 这辆车根本装不下他 迎来也没啥意思 要是你是壮哥 会就此放弃吗 此时 车内还剩下三个人 土豪表示 此时有人想退出 可以拿到5000美元的安慰奖 选手们表示 这辆车一定属于自己 不会因此放弃 挑战进行六个小时 土豪拿来手机 让他们可以和家人通视频聊天 家人听闻这件事后 都表示支持 胡子哥的老妈听到有豪车 两眼放光 更是放出狠话说 让他一定要把车看回家 就是死在车里也要坚持着 选手们坚持了十个小时吧 这时 坐在驾驶室的投金男 率先打开车门 难道他也要放弃吗 但并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爬上车底 他表示在车里坐着 感觉屁股要开花了 即使出了车门 头巾难了手 也不敢越雷尺一路 紧贴着车身 看样子是把游戏规则 深深刻在了他的鼓子 时间过去了22个小时 选手们已经在车里面睡了一夜 可以看出 他们的精神状态并不好 果然睡在狭小的空间里 顶上两米的思梦床舒服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他们已经憋了很长时间 在爆发的临界点上徘徊 武豪表示 现在退出还是有安慰奖 但三人并没有放弃 毕竟坚持这么久 此时放弃实在是太可惜了 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 顾驾驶的黄毛表示 他要坚持不住 武豪再次表明之前说的话 依旧有效 现在退出有8000人 黄毛思虑再三 同意放进行站 探探微微伸出了点 看到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车内的选手 反而笑出了声 这无意对他们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30个小时过去了 两名选手也不得不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来解决当前的困难 连空的矿泉水平 也舍不得扔掉 时间过去了50个小时 两名选手 为了让自己更加清醒 胡子哥更是不停用冷水洗脸 而绿衣小哥 直接在车底上打锁 武豪为了加快比赛速度 替一两人用猜拳的形式 决定胜 三局两胜 赢的人 就可以开走4900万美金的特拉斯 经过三轮的猜拳 胡子哥两胜一半 赢得了比赛 拿下这两千万级别的特拉斯 如果是你 能坚持多长时间拿下特拉斯吗